嗨!各位杰森AdamTV的好朋友们 又很高兴的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今天是我们在菲律宾第一天的行程 在睽違了一年之后呢 我们终于又再度的踏上了旅程 回来菲律宾 这算起来应该是第三次了 从去年,因为去年我连续来了两次 几乎这么说,来了两次 刚好就是228跟儿童节连假 那很多朋友们或许会纳闷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来菲律宾呢? 尤其是马里拉,严格讲起来是马里拉 不是菲律宾其他像是树雾啦 或其他更美丽的岛 在菲律宾其实好玩的地方很多 然后因为我读《钟情于马里拉》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她 是因为光是马里拉你就玩不玩了 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发掘 包含她的人文,她的风俗文化 还有人们宗教教育 然后人们菲律宾人特别和善 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天主教徒 那更重要的是 你在菲律宾度假呢,扣掉机票钱呢 其实还比在台湾度假便宜 一大桌的菜呢 大概才合台币七百块而已 还含一壶大啤酒 然后再来 我每次来菲律宾我都会很喜欢来这家旅馆 我今天终于录注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 有没有看到我的身后有一个很美的海港 明天早上起来 我会跟大家分享更漂亮的风景 整个海港 饭店俯卧着海港非常美丽 叫做《马里拉Hotel》 它其实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它之所以这么有名是因为大文豪海明威 曾经在这边住过 然后呢,它写下一个名言 它说一篇好的故事 如果没有《马里拉Hotel》 那就不完美了 他给《马里拉Hotel》非常高的评价 然后我今天入住之后呢 其实整个房间啊 它没有非常的豪华 大家可以看到 它很高很宽敞 它天花板很高 然后这房子有一百年的历史 然后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饭店的价值 不在于说它的硬体设施 其实它还是保持得非常光明激进的 非常干净 最主要是它的服务之好 它的人文素养 它的所有服务人员呢 都是穿 都是穿的很正式 就是穿白西装 男的穿白的西装 像白马王子一样 女生呢 就穿得像是公主皇后一样 非常高贵 非常高贵 非常典雅 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客气 服务非常好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说 除了面海之外呢 它其实大厅的现场live show 它的现场live band 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它有时候会请不同的乐师 钢琴师 帮大家演奏非常多首动听的歌曲 刚好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音乐 它喜欢演奏很多那种电影的经典主题曲 还有就是一些快自然狗的歌曲 相信大家来这边绝对值回票价 然后这个旅馆价格不贵 好像我订了这间 算是五星级饭店 它含早餐哦 它的早餐一浪一浪 Restaurant 是整个菲律宾最有名的旅馆之一 整个菲律宾最有名的饭店之一 它的早餐非常丰盛 那这样整个房间合起来就是大概三千块台币左右而已 然后这个只能在台湾三星级的饭店可以住起来 所以非常好 然后陆续的接下来几天呢 杰森老师会跟大家陆续的介绍 马尼拉或菲律宾非常有趣的一些地方 一些故事还有些景点 然后请大家拭目以待 OK那今天呢我也有点累了 那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OK很快 希望很快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